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天气闷热潮湿 蚊子大军出动 某某购物观察 房屋商品需求大增 五月销售较上个月成长两倍 生活市集也发现 多功能 期待方便 外观淘气等房屋商品最受欢迎 这款紫光补蚊灯 外形同趣 销售热门 至于随身房屋产品 多以实用为导向 但据设计感的外形 更能吸引买气哦 光去年单一品项 应该就有破千万的一二 单月的跟去年同期相比 甚至又都成长了10% 因为房屋片它是化学药剂 它会有一个鲜艳的粉红色 对于消费者而言 它是不愿意直接 携带在身上带出去的 这个百叶窗帘 它就可以达到说 我把粉色的那一片藏在里面 但是同时又维持它 可以让药剂就是挥发出来 也有不少爸妈 选用房屋液 保护家中小宝贝 哪些才有效呢 真正有效的在医学上 只有两种 它有一些什么DET DB 或者说有一些Picaridin 这两种算是比较有效 皮肤上有伤口不用 就是说不要碰到我的眼睛 不要碰到我的嘴巴 小朋友的话 就两个月以上后才能用 不管是DB DET 或Picaridin 我们在医学上来说 其实它算是低毒性的 如果量很多的话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神经毒性 比如说会影响意识不清 昏迷 抽搐那些都会 你要放在孩童 幼童拿不到地方 就是说不能误食 那坊间标榜 肖毛等精油类穿戴防蚊产品 有效吗 我想这种的一些 医学上的证据 其实并不多 不看东新闻报导